金师同文馆和金师大学堂的区别 金师同文馆和金师大学堂虽然名称相似 但它们的区别是很大的 金师同文馆主要是培养翻译人才 不算中国最高学府 而中国近代最高学府是金师大学堂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北京大学 同文馆后来并入金师大学堂 所以说金师大学堂才是我们中国最高的学府 鸦片战争后 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侵略中国 清王朝为巩固统治政权 听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曾国潘李鸿章张之洞的主张 开始新办洋务和西学